表示說它要靠動彈椅 對 它要重飛 它要重飛 繞個一圈 好 可是它要靠動彈椅 它是不是不應該這麼低 對 它應該要拉起來 它墜毀在這裡 它拉不起來啊 對 什麼原因造成它拉不起來 什麼原因讓它拉不起來 動力不足嗎 因為這款飛機就是動力不足 是什麼原因 是方向頭還是 我覺得不是動力不足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說 現在我們沒有權利 以後沒有資格去下定論 因為黑盒子會出來 對 是說第一個 飛機有問題 機械故障 第二個 機師有問題 你如果知道機師到那個時候 沒心中 怎麼樣 第三個事情就是 氣候 突然來的天氣 讓它沒有辦法抗拒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討論這個部分 好不好 來 先休息 請問到 這條道比較清楚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這個年代新聞的主播 就在澎湖空浪的現場 他叫蕭子欣 那我們現在呢 要跟這個子欣來連線 子欣 你好 子欣 是 宏怡 你好 是 美人姐也在現場 子欣 你好 是 美人姐好 可不可以問一下 現在那個所有的遺體 都完全都指認清楚了嗎 目前還在指認 因為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 這裡的體管是 局員 那麼 因為 為什麼要說來指認的部分呢 因為 其實要指認 它有一些相關的難度 那麼除了要從面柔 來進行辨識之外 當然有一些罹難者的遺體 他們的面柔 還有包括他們肢體 已經很難辨識了 另外一方面呢 就要開始用尺痕來進行辨識 再進一步才是做DNA的見識 那DNA的見識呢 在今天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 是25號的下午才會開始 所以後續現在還在見識當中 還沒有完全的見識完畢 是 聽說 這個很多國軍官兵看到 因為屍體很不完整 所以他們還蠻激動的是不是 不只是國軍官兵 我覺得所有的搜救人員呢 其實都還蠻激動的 因為第一天晚上搜救的時候呢 是在23號的晚上 那麼23號晚上那個時候 我想大家也知道 這個飛機直接撞了上去 而且是斷成了三節 那麼有很多的這些 罵難者的遺體呢 就是呈現散落 或是比較破碎的狀態 那麼當然也是有很多 焦黑跟流血的情況 所以呢 大家的心情都是很震驚的 那麼在第一天的時候呢 絕大多數是由當地的 救護人員 還有包括由當地的警方 來進行處理 那麼軍方在我們昨天 相關的媒體抵達了之後呢 那麼才開始進行後續的處理 那麼大概是有250人來投入 那麼進行這些整理啦 進行清理的時間 還有包括進行搬離的時間 是進行了整整的 一整天的時間 那麼今天25號 那麼在昨天 其實就已經整理的差不多了 而且呢 在當地的西海呢 也已經做進行了切割 然後呢 給運上了這個卡車 給帶走了 但是呢 在現場還有一些 其他殘存的 濕塊的部分 今天早上才進行清理 但是呢 因為現在在這個地方 就是下跌的下跌 所以呢 就看到這些 弟兄們他們是用 夾子的 還有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把這些濕塊給裝起來 裝到塑紮袋裡面 然後呢 由上一社的人員來清理走 是 那我們想問一下 從台灣本島 過去的這些罹難者的家屬 目前也都到了 有人安置他們嗎 有人在接待他們嗎 有 有附近航空的人員 然後這邊呢 還有很多宗教團體的人員 都有在 包括佛光山啦 包括大愛啊 慈激啦 還有包括 世界展望會等等的人員 都有 那麼其實我想 美人姐 你想要問的就是說 這些家屬他們現在的 心情是怎麼樣 那麼絕大多數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哀傷 尤其當然 這邊的工作人員能夠做的 就是安撫大的情緒 然後聆聽 到底他們 對於他們所離開的 這些親人 事情怎麼發生的 然後還有包括 表達他們的思念 但是要去了解這個事情的 原油還是必須要由這個 真正有責任 那麼真正能夠 這些所謂的keyman 來進行處理 那麼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25號的早上的時候 算是到這三天以來 那麼附近航空層級最高的人 就是這個董事長林明生 他有到現場來 那麼早上他大概是 搭最早的班機 6點多到澎湖 6點多搭上班機 然後到澎湖的時間是8點 然後到林航來這邊的時間呢 我們就看到了那麼因為 死離難者的家屬呢 就非常的氣憤 然後就是喊說說 把我的兒子還給我 把我的兒子還給我 等等等等的情況 然後場面其實是滿尷尬的 然後在這一段路呢 很多的這個 親屬就觸有著他 然後當然包括還有媒體 進行拍攝等等 那麼就看到了一幕就是 董事長就是林明堂 林明生他就下櫃了 而且下櫃的時間大概是有5分鐘左右的時間 然後就是去拼拼這個 罹難者的家屬 這位罹難者的家屬呢 他是 罹難者的家屬呢 叫做許獻忠 許獻忠他的家屬呢 那麼因為許獻忠他自己本身呢 是澎湖人 然後現在家屬在高雄 帶著女朋友到了澎湖再來玩 沒想到發生這樣的事故 那麼就看到這個董事長就下櫃 在這邊聆聽大家的誠音 是 那子欣 有些人其實是趕不上班機 所以逃過一劫啦 那聽說也有人因為後補 所以全家都坐上去啊 對對對 這個是家本來就住在澎湖的 這個馬公的陳志明夫妻 然後帶著他的太太 然後包括帶著兒子 那麼到日本去旅遊 那麼本來呢 預計就是要在星期四 要回到澎湖 但是因為在高雄呢 就很巧合 又遇到了舅舅跟舅媽 所以呢 那麼親戚啦 一家人就全部就聚在一起 然後而且呢 是 他們是補位才補上澎湖的 那麼卻搭上這個 這一班班機 所以呢 其實本來這個 哥哥之前有這個肝腫瘤 而且這個家庭還有故事 因為其實他的哥哥是有肝腫瘤的 然後呢 他還不斷地在對抗病魔成功 先前才嫁女兒 所以這家庭的狀況呢 本來是很和樂的 而且是有喜事的 但沒 因為搭上了這個 而且還是後腹的班機 那麼上了這個班機 幾座 發生了這樣的憾事 是 真的是命運一線千 是 那所有的這次的空服人員 機組人員好像也都全 全部都遭遇到的不幸 那這些機組人員的家屬也都到了嗎 也都到了 然後有兩位機組人員 那麼兩位機組人員分別是空服員 那麼是一位男性一位女性 然後另外呢還有就是政府家屬的部分 也都到了 那麼其中很令人感覺到很敬佩的是 那麼這名女性的空服人員 她 因為救男人員在發現她的時候 是在瓦力堆下面發現她的遺體 然後被好幾箱的椅子壓著 她身上當然是穿著這個附近航空的制服 但是呢就是按照這工作守則 她是系著安全帶 所以她的遺體是卡在座位上 系著安全帶 然後被好多的這個其他的椅子給壓著 但是這也突顯出了就是 其實她在最後一刻 她還都一直引述在崗位上 那麼這一名這個空服人員 她的名字呢叫做吳姿怡 她我想她是非常認真 而且熱愛這份空姐的工作 那麼她說擔任一個專業的空服員呢 最大的價值就在於說 就發生緊急危難的時候呢 帶領大家逃生 不是說只是送個餐啊賣免歲品啊等等等等 那麼她就進一步在這個臉書上面 來進行留言 沒有想到過去她給自己的一個這樣子的鼓勵 給自己這樣的一個期許 要成為未官專業的空服員 但就算在她離開了這個人事的這一刻 在最近的那一刻 她還是在執行 那麼盡守她身為空服員的任務 是 那我想問一下 這次也很感謝澎湖全島的居民 也都很熱心的幫忙 不管是提供家屬的接待 還有人提供免費住宿對不對 是不是整個澎湖的朋友們都動起來了 沒錯 其實在澎湖這個地方 因為她的人數其實應不算多 但是呢 四個十幾年又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 那麼當然當地的民眾也是很擔心 影響到澎湖的形象 澎湖的觀光等等 所以你會發現到了機場 那麼有很多的這些車輛 他們還蠻熱心的 就是如果說有罹難者的這些家屬 到了機場之後 那麼想要到哪裡的話 那麼會有一些車來進行接受 那麼另外呢 住宿的部分也是很傷腦筋 因為其實當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怎麼第一時間想到 就是說我要趕快去 但是去那邊要怎麼樣安頓 要吃什麼 要住在什麼地方 其實可能都還沒有什麼時間去想 所以當時也有一些這個 民宿的業者啊等等的 來提供這些 罹難者家屬的住宿 不過倒是有比較奇特的情況 就是我們大家也知道 就是澎湖也還 終究是觀光聖地 那麼所以呢 這邊還是有觀光客的 但是在這個 這個很敏感的時間 很感傷的時間 觀光客也下來幫忙了嗎 什麼您說 觀光客也下來幫忙嗎 也都有來幫忙嗎 觀光客有下來幫忙 但是是我覺得那個心情是不一樣的 因為有觀光客 確實跑到現場去看 他們要去現場看 看熱鬧 對啦 看熱鬧 然後拍照留念等等等等 那其實第一天的情況 的確是比較混亂 那等到第二天的時候 現場的封鎖線才拉了起來 然後有員警在那邊 來進行秩序的維持 才讓這樣子的情況 才比較少一些 是 紫欣 這個 當空難發生 但是事情還不明的時候 有一個 許宇潔的媽媽 她用很激動的情緒 在表達她的哀傷 那後來發現 宇潔好像 這樣還好她存活嘛 那宇潔她有說什麼話嗎 宇潔她是很幸運的征環者 那她的故事呢 我們在現場也聽到 也都很感動 因為她是在 就飛機掉下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奮力的 努力的逃了出來 那麼因為呢 她自己知道飛機出事了 但是呢 她就是告訴自己說 不能夠死在這裡呢 所以就很堅強的敬念 讓她忍痛爬行 所以大家能夠想像嗎 在飛機的殘骸當中 而且那時候的機體 還是很燙的 因為飛機是有燃燒的 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她奮勇地爬出來 她身上什麼燒炮傷的 努力爬爬爬爬爬 爬到比較安全的位置去 然後這個時候呢 在其實先前呢 有一位是 有關於 是這個軍方的人員 那麼到現場去 要來進行救援 一個拉一個拉 結果呢 還剛剛好去拉到她的時候 然後呢她就轉述說 拉到她的時候 後來就發生了 第二次的爆炸 那等到第二次的爆炸 再發生的時候 那大家也就知道 其實